这一段主题是朋友 一会将要出现在现场的那是一位大美女 资深大美女 这毛宁怎么会是好朋友呢 提我加藏的微信 明明睡眠不足 也能处 明明紧张 我不知道是用点是确定 你现在听到的就是来自我们今天现场的一百位特定观众 他们是好闺蜜好哥们 没错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朋友 那么我们今天的嘉宾又将是谁呢 他们将会跟我们去分享哪些动听的音乐 和属于他们的人生故事呢 我的歌声礼 慧见音乐 三 二 一 1 2 3 4 欢迎 欢迎大家来到 我的歌声里 慧见音乐时光 我就是慧见 赞慧见 欢迎大家 今天 我们的主题是朋友 我这里有一个说法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 我有一个苹果切一般 一般留给自己 另外一般我送了给你 这叫做友情 我这里有一个苹果 我咬一口 剩下的全部都给你 这个叫爱情 我有一个苹果 我一口都不咬 还把它洗干净 整个给你 这个就是父母与儿女之间的亲情 所以我一向都认为 我们不能以爱情的标准来要求朋友 更加不可以以父母的亲情来要求爱人的 而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两位嘉宾 他们之间的友谊 已经不是友情那么简单 可以说几乎直达亲情的深度了 他们是谁 请看 水朦胧的行程 阻挡不了我行程 多年漂泊日夜残风露丝 为了理想 我宁愿忍受寂寞 引起那份孤独 鹅漏异地的珍负 从来没有消失过 其实时光失去依然执着 我宁愿忍受寂寞 只从理想被惊异 已过了多少 三百六十五日 三百六十五日路有 从不想到你一笑 三百六十五日路有 从少年到白头 有多少三百六十五日路有 运起那份孤独 一个是演员 一个是歌手 他们年龄性格各不相仿 却是相识二十三年的好友 他们是最了解彼此的人 也是圣似亲姐弟的挚友 在毛宁受伤 人生最无助最低谷的岁月里 好友蔡明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正是好朋友的鼓励 让他重新振作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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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毛宁 欢迎 欢迎两位 谢谢 先给你们介绍 这位是我的搭档小夕 两位以前一起横同台合作过吗 唱首歌参加表演有过 但是专门好好地坐下来 做访谈节目第一次 六星是第一次 我们太荣幸了 对啊 我也要向两位报告一下 其实我们现场有 一百多位的观众朋友 他们每一位身边呢 都是做着他们最要好的朋友 哦 是吗 是的 全部都是一对一对的 我想问一下明姐跟毛宁 你们俩认识多久了 二十三年 九二年的时候 毛宁拿了听歌赛的第二名 九二年 九二年我们现在大场赛 然后原因是 所有唱赛歌手都是新人 对 然后那时要做全国的巡演 那个时候就是都是新人 但是缺一些有名的演员 去给我们这个团压阵 对 所以那个中央电台就委派了明姐 和郭达老师 然后就带领这个团去全国巡演 但是在四川嘛 四川 是这么人似的 然后 毛宁当时在台上唱歌的时候 我当时就觉得 哇 我说这个孩子真的在台上很帅 然后又唱得非常好 我觉得 我说早晚这孩子得大火 得大红 然后翻过年来 九三年的春晚 他就唱了一首 红遍大江南北的歌 叫《涛生依旧》 《涛生依旧》 这首歌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没有人不知道 没有人不喜欢的 因为他的《涛生依旧》呢 是春节晚会 春节晚会是年三十二晚上 虽然我们天天彩排都在一起 但是呢 因为他唱歌 我们也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 只是觉得这首歌很好听 那么三十晚上 一播出马上 哇 就轰动了 大年初二 我们就开始出去演出 然后那次演出 有毛宁 有我 有倪萍 然后我们带他上了倪萍 我们两个人坐在那个侧木条上 坐在那 然后他站起来 给毛宁去报幕 然后这天都回来了 他说 快告诉我 毛宁那歌是船票还是车票 我说 你等会儿 好像是船票 好好好 倪萍冲到台上去了 很大方的 优荣华贵的 优荣华贵的说 下面请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一张就船票 现在我因为那个刚出道 比较年轻 舞台经验很少 哎 姐姐 她说那歌不是我的歌 我上去吧 然后 就说那一首歌是吗 对对对 你没上去 我正在犹豫 因为我已经报完了 音乐起来了 姐说 你就快上去 就把我飞上去了 对 今天我就不知道有没有姓 可以听到毛胸 现场演绎这首歌 对 我们现在音乐要飞上去 飞上去好不好 让我们来接 好 带走一盏灵火 让它温暖我的双眼 留下一段真情 让它听我在风桥边 沐住的我 沐住的我 已经疏远了那份情感 许多年以后 全发觉 又回到你面前 汉坤的约翔的渡年 流年的车身 还在敲打我的舞 吻眠 沉风的日子 终于会代表 始终又会是一片迷迷 旧位的爱 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 许多年以后难不难 接受彼此的感恩 月落无地 总是千年里风霜 好像一遍 不见当初的夜晚 今天的迷惑 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 这一场船船标 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流远的钟声 还在敲打我的舞眠 一场风的日子 始终不会是一片蜜蜜 旧位的爱你 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 许多年以后能不能 接受彼此的感恩 回唱吧 月落无地 总是千年的风霜 好生一切 不见当初的夜晚 今天的迷惑 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 这一场浪旧船标 能否登上你的歌船 能否登上你的歌船 月落无地 总是千年的风霜 好生一切 不见当初的夜晚 今天的迷惑 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 这一场浪旧船标 能否登上你的歌船 能否登上你的歌船 三明姐这个时候在听 我想想93年的歌 是吧 时至今日 这一次再在舞台上听 在现场听的感觉是什么 23年 历历在摸 我特别好奇 你们两位 不同的职业 你们又不是邻居 对 那么你们到底是 是因为性格很合 还是有相同的爱好 让你们会产生 那么好朋友的情感来呢 其实就是交友不慎了 是这样吗 对 我觉得 对 其实这个理解很正确 知道吗 我不是这些说话 但是 我还觉得姐肯定 刚开始认识 我说觉得就是很乖啊 或者是 也很会唱歌啊 就没想到后来就给她添乱 经常给她添乱 会让她有时候会觉得 添了不少麻烦给姐 所以可能她觉得交友不慎 是这么来的 因为我们经常一起出过演出 然后 我就发现她 毛宁是个非常孝顺的人 永远看到衣服 然后说 姐你看 这个衣服我妈穿好不好 这个衣服你看我爸穿好不好 这个衣服给我姐姐穿好不好 永远在想的家里人 因为 二十出头男孩子 这么顾家的 有 不多 所以我对她印象就特别好 然后呢 毛宁又是一个没主意的人 怎么个没主意法呢 就是 反正她大事小情 都要来问我 我是 她的知心姐姐吧 可以这么说 因为她依赖你 都说朋友之间是 不会戴任何面具 都能说一点真话的 那在完全没有保护网 遮盖住的时候 我想问一下 明姐 在你心中 毛铃 就让你受不了的有些什么特点 我能说实话吗 你回头吧 怕失去粉丝吗 没有 我觉得姐 当然是可以说 可以说 说说说说 说来听听 她爱迟到 有一次我们出演出 我们住在同一个酒店 那演出到演出的地方 那是一样的路程吧 没见 对吧 OK 我在她前面 然后 就该我上场了 然后 工作人员告诉我 毛铃还没有到 我都要上场了 她还没有到 我说 那怎么办 说这样 你在台柴上心唱歌表演 然后 她到了呢 我们在旁边给你一个手势 你就可以下来了 让你撑着点 我要稍微时间 万一她没到 我要撑着一点 然后再上台 哈拉呀 唱歌啊 一首两首三首都唱完了 那工作人员一点表情都没有 这就说你毛铃还没有到啊 我没得唱了 就那个 堵车 你算了那个城市很小 你知道吗 就不知道堵车什么 走路都到了 走路都到了 爬就爬到了 然后我就开始给观众讲笑话 哇最痛苦的 我到底知道有多痛苦 是 我就开始跟观众讲笑话 哎呀 把我的笑话 快就全要讲完了 我都笑话讲到我都快讲哭了 然后那个工作人员终于冲我 再见 因为明姐说了毛铃说她默契啦 说她迟到啦 可能在别人看来是一些缺点 可是就是真正在好朋友的眼中呢 她不单不是什么缺点 她可以包容 更加有些手甚至觉得 反而觉得可爱 朋友永远就是能包容 对 在了解你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之后 还依然爱你的人 她 她是一个极善良的人 对 她遇到问题 她会来告诉我 来求助 我遇到问题 我不太会去找她 因为没什么用 但是我可能遇到难处 她可能从别人的嘴里知道 我遇到难处 她会主动打电话给我 来试图的绕啊绕啊绕啊 来安慰我 对 但是她的心意我领了 但是 基本上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不把我劝生气了 就不到 她因为 就像她说的 就是 很多事情我可以跟她商量 或者是 跟她出现难题 或者有些我自己 感觉过不去的那种困难的时候 自己绕不过去那个弯的时候 你跟她讲的时候 你会忽然开朗 生活特别多 因为她的智慧确实比我要高很多 给了你很多温暖 对 然后但是 我觉得可能 我在小事情上啊 因为作为朋友 可能要不断的观察她 她刚才说 比如说 她跟我说什么也没用 其实这句话节 我觉得 你可能是不觉得 我在你眼里可能是 比较 因为你认识我的时候 我就刚出道 是新人比较小 其实这么多年过去 我还是觉得 我自己是有成长的 嗯 所以我的时候你不说 但是我心里其实都能够感悟到 和意会到 比如说你开心不开心 比如说 你今天情绪啊 或者碰到一个大日子 过生日的时候 你会怎么想的时候 其实我都帮你想到了 姐有几天要是不出现 或者电话响两声 没人接的时候 我就会猜姐的情绪 是不是不太好 或者是不是有什么情况 让姐受累了 其实那个时候我都会 其实 我姐去 想一想那个 因为从出道这么多年了 唯一能够在我心里面 见证我这个过程 最了解我的人 就是明杰 嗯 从来她心里是最重的一份感情 所以 就把这个忘不了 献给姐姐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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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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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她一路走过来 不是很顺利 有很多坎坷 看她站在舞台上 依然的那么样的风流体操 依然的状态那么好 心里边特别为她高兴 忘不了你的停泪 忘不了你的遗憾 忘不了对人的缠绵 也忘不了你的心 可不让这场梦 没有醒来的时光 只有你和我 直到永远 只有你和我 直到永远 透过我们的节目 我做到了 姐 你说最好的写作最亲的人 今天我是第一次跟你见面 是 我觉得 她会那么疼爱你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你的坦诚 你对她的掏心掏肺 就好像刚刚那首歌 让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 让姐姐完全感受到 你是在走心 你在用心 把这首歌唱给姐姐听 对 因为确实是这么多年了 毛宁走的每一步 我都看得很清楚 而且 毛宁 她也非常信任我 所以我觉得 我不可以辜负这份信任 在她 生活比较低谷的时候 我可以不停地 给她发一短信 一点点给她 跟她讲话 然后我们用短信交流 没问题 你不跟我说话 没问题 我可以给你发短信 你可以看到 我还可以用文字 跟你交流 一开始的短信 那个时候的 短信只能全40条 一条短信 只能70个字 那我就想好 想好 想好可能一天 要给她 发发发发 不停地 发发发 发短信 每天平均几百字吧 用几百字发给她 然后就说 收购就算了 然后等 等过后 这件事情过后 以后 毛宁跟我说 她把我给她写的短信 全部抄在了一个本子上 抄下来了 因为当时的手机 只能存 存得特别少 因为姐给我发了很多 我觉得可能在那个时候 是我就唯一的一个 要难 要艰难 精神上最大依赖的一些短信 每次看到那些短信以后 我觉得不忍心去删它 所以我拿本子都给它抄下来 那你现在还能记得 内容是什么吗 当然 然后 那些 那些是我 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最宝贵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我有点自闭 我觉得 也不想见任何人 大约在有个 两三个月之间 都是 都不出门的 你是每一天都发 发那么多 你是怕 你不在她身边 你是怕她会 她那段时间很自闭 她不肯给我打电话 她把电话全部关掉 也不肯见你 也不肯见 那我只有用短信跟她交流 你没有想过 直接就去她家 我觉得直接就去她家 没问题 但是 她也不会不开门 她也不会不见我 但是 她那会儿需要 我用语言 用文字 慢慢的 帮她把心扉打开 她才可以 把心门打开 才可以打开家门 我特别羡慕 哎呀毛铃娃 事后我对了吧 事后证明我对了 是好朋友 不要强迫她 不要强迫她 她现在已经 这么多道门 把自己隔开 那要一道 一道 一道 一道打开 最后把她那心门打开 才可以 心门真的打开了 家门也打开了 对 她只有心门打开 她能家门打开 她才能重新走出来 重新回到生活中 有没有一扇窗 能让你不绝望 看一看花花世界 原来像梦一场 有人哭 有人笑 有人输 有人老 到结局 还不是一样 有没有一种爱 能让你不受伤 这些年堆积多少 对你的知心话 什么就醒不了 什么痛忘不掉 我 向前走 就不可能回头 朋友别哭 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 朋友别哭 要相信自己的路 红尘中 红尘中 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 你的苦 我也有感触 看见毛宁不停地成长 不断地成熟 但是我觉得他还不够 我出道那时候比较小 入这行业的时候 很多事情不懂的时候 可能什么事情都跟他说 什么样的想法都跟他商量 但到现在自己 这么大一个大人了 都觉得我应该学会为朋友 为他和我为我的亲人去承担更多 真正的朋友 就是在你 最难过的时候 你都不用回头 就只能够感受到 他站在你身后 心慌 什么就醒不了 什么痛忘不掉 向前走 就不可能回头望 朋友别哭 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 朋友别哭 又相信自己的路 红尘中 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 你的苦 我也有感触 朋友别哭 一直在你心灵最深处 朋友别哭 陪你就不孤独 人海中 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 这份情 请你不要不在乎 人海中 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 这份情 请你不要不在乎 请你不要不在乎 我们的生命当中 像姐弟一样 对 是家人的角色 那亲人一样 所以真正的朋友 就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不防止 现场的朋友 你要不要 衣服都一样 是不是 我们是闺蜜 我是去年 我妈妈做手术 然后是她 一直在陪着我 照顾我妈 因为我跟我爸 我们俩都生病了 然后我妈妈 在另一个医院 做颈椎手术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 这种自己亲人 做手术的事情 所以我就特别慌 然后她就每天都陪着你 她每天都去过去 帮我照顾我妈 然后让我换着我 让我睡觉 不仅仅是帮你去值班 而且很很重要 是她精神上的支撑着你 对 让你别害怕 别害怕 我看到我妈出手术室的时候 我就是整个人 我都傻了 就我从来没有见我妈 那么虚弱的状态 身上插了好几个管子 我真的接受不了 所以一直是她 在精神上是支持我 让我那么坚持下来的 抱一个爸 好伟大 如果你说说到真的好朋友 那我记得很多年前 我有我的好朋友许志安 还是许志安 嗯 我在怀柔拍戏 半夜三点钟 我收到她的电话 我已经在休息了 休息了 收到她电话 然后她一直哭 一直哭 一直哭 我猜到了 然后我没吭声 等她还口气之后 让她自己说 她就说 我妈妈走了 我说我知道 我感觉到 她说 Dicky 她马上要在鸿干体育馆 开演唱会了 嗯 马上两个礼拜之后 就开秀了 嗯 然后她说 我不唱了 演唱会我要取消了 我当时我就跟自己说 我马上要有一个判断 嗯 作为她的最好的朋友 在她最脆弱的时候 在她面前现在有两条路 在我面前也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就是支持她的决定 取消演唱会 第二条路 就是告诉她 你不能这么做 然后帮她 回到 面对她的工作 面对她的歌迷的那条路上 然后我马上决定 我的直觉告诉我 我应该要选择后织 因为你取消演唱会 欲视无补 在上面的妈妈看到你这样子 她会开心吗 你反而应该更加努力的 你应该更加把演唱会做好 把歌唱好 这样子她在上面就开心了 对 我想问问 毛宁我知道 就是毛爸爸 毛妈妈就已经离开了 对吗 在那段 最痛苦的日子的时候 你是怎么度过 你面前的这位姐姐 也是怎么样去帮忙你的 对 毛毛突然有一天打电话给我 我说姐姐你认不认识好医生 我说什么什么事 她说我妈妈病得很重 然后没几天吧 然后事情就发生了 那个时候她在妈妈身边一直 一直在妈妈身边 然后两年之后 她有一次演出 马上就要上台了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爸爸 爸爸突然也离世 只差了两年中间 这个时候怎么办 要不要上台 体育馆这么多观众等着 毛宁还是 咬牙上台 把所有该唱的歌 唱完了 而且在台上 沾了很久很久 眼泪哗哗哗哗 一直在流 在舞台上 张不开嘴 其实我觉得很多观众 都有这样的体会 人在最难受的时候 不敢出声音发现吗 不出声音的时候 能忍 只要这个声音出来 就像 闸打开一样 哇 你的情感 就会 蹦发出来 但是 我觉得毛宁是个 非常有职业道德的演员 他依然坚持 把那场演出演完 这就叫专业 对不起 就前两天刚刚清明节又到了 然后每年我已经习惯了 就是 就是 就是当我父母不在那一年开始 从不接受 从绝望 就像安仔那个我很明白 就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想做了 我觉得我就想 回家 而且也没有一点心情想上台 那个时候因为年轻嘛 就想解约唱片公司 但是我的唱片公司 也不想唱歌 也不想去做任何事情 就想找到一个地方 没有人的地方躲起来 彻底的痛哭一下 因为不哭好像压在心里面放不下来 就是太绝望那种心情放不下来 因为你没有想过这个母亲或者父亲 从你身边就这么快消失了 而且没有准备啊 你没有做心里最小准备 他们特别年轻的 然后 第一年过春节 我觉得我都把筷子摆好了 把年夜饭都放好了 然后面对都是空的时候 你觉得这两位老人不在的时候 就他们俩走完以后 自己对着这个筷子跟碗跟桌子 你会一直趴在上面哭 你觉得那不是过年 那就是觉得 那就是对他们一个最最最最怀念的时刻吧 因为别人家都特别的好 要过年啊高兴啊风明炮啊 吃年夜饭啊 自从我父母走以后 我可能就再就没有这过年的时候了 那时候姐都问我来来吃饭吗 来家里吗有朋友就要见你啊 我说不想见了那个时候 好像就这么过了有很多年 每年到季日的时候 都会把枕头都哭湿了 后来完成了一个自己的心愿 就把他们和合葬在一起 我觉得姐人很化学的 就是不论现在怎么好怎么过往 怎么明啊怎么立啊 其实都是眼前那种浮云一样的 也跟大家也这么说 最后你都要完成一个历程的时候 都变成一个小盒子 就特别的简单 这么一个骨灰盒 而且我亲手是把我母亲的骨灰 放到盒子里 这个时候说的一些可能不是 特别的就是好像 不会不会 但是我要告诉你就说 这个时候每个年轻人都要走完 这个人生的过程 要走好的话 一定要像我一样 从无知到懂得这个人生的道理 当我把两个老人葬在一起的时候 我已经告诉我要独立了 我自己要完成我的一个 个人的属于自我的一个人生之路的时候 可能开始了 含着泪往前冲 往前跑的日子开始了 我现在特别爱看喜鹊 其实我跟你说过吧 特别爱看喜鹊 就是给父母下葬的那两个盒子 放在一起的时候 突然在树架上出了两个喜鹊 两个飞啊飞啊飞啊 在我头上也飞 我那一颗眼泪突然间看到喜鹊以后 有一种莫名的安慰 我好像那种没有理由的寄托 就觉得可能是我父亲或者母亲 比翼双飞 就像那个梁柱一样 里面那种蝴蝶飞起来化蝶一样 那一个过程 就觉得人的一生 就这样走完了 再回首 拧着段归头 再回首 紧紧迷雾 请也不会再有 难舍的旧梦 曾经与你有的梦 今后又不想谁诉说 再回首 泪眼望楼 留下你的祝福 寒夜温暖我 不关明天要面对 多少伤痛和迷惑 尽在永远 泪眼望搜寒 才知道冰冰淡淡 从中落在世间 再回首 再回首我心依旧 只有那无尽的角落 坏心依旧 时依旧 山洞 你仍旧 至今 時依旧 再回首 你远走 再回首 泪眼朦朧 留下你的祝福 寒夜无暖我 不管明天要面对 不少山洞和迷惑 曾经在拥有盼盼盼盼 反复复复中坠落 才知道平平淡淡 匆匆拥在世神 再回首 谎人我 再回首 落西宅 只能那无尽的长路 其心仿伊雄 居然有盼盼盼盼 dy 还准复溼盼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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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盼 伴着我 再回首恒乱如梦 再回首我心依旧 只有那无尽的长路 伴着我 我的腰部不细弱 不够长 我的肩膀不够夸子 整个人都不够S 行啊 怎么办呢 因为你真的除了唱歌 你什么都不会 我希望 心静静看 大家好吗 在这世上 不是全部 只是大部分 大部分的女孩子 大部分的时候她们的嘴上都会挂着两个字 不够 特别是她们对于静子的时候呢 永远在说 哎呀 我的脸不够瘦耶 我的眼睛不够大耶 我的鼻子不够高 我的沙发不够健 我的腰不够细 我的肩膀不够宽 整个人都不够S 行啊 怎么办呢 这世上大部分的男人 大部分的时候 嘴上都会挂着两个字 想要 我想要一块手表 我想要一台车 我想要一个房 我想要一个老婆 当她有了一个老婆之后 她就说 哎哟 如果能让我过上十年尾少宝的生活 我就心满意足了 当以上该有的和不该有的都让她拥有了之后 她会停止吗 不会 她会继续不停追求她的欲望 直到有一天 她突然发现这些年来 她付出了很多 她得到了很多 可是 她失去的更多 她失去了陪伴在自己的父母身边 陪伴在自己的爱人 家人 朋友 儿女身边的时间 她失去了青春 失去了健康 甚至于失去了最真实的自己 然而 生下的生命和机会却太少了 如果今天威艰的这一番废话 能够在你们的心中 泛起那么一阵小小的联谊的话呢 今天我就值了 谢谢 之前我们也说到了 毛宁有一段时间 是处于人生的一个地潮 地潮的时候 是的 然后明姐说了 那阵子她不听电话 不见人 躲起来 有点自闭的 后来五年之后 我知道是明姐一手筹备 一手把毛宁抓起来 没有一手 就是很多朋友一起在帮她 希望她能够振作起来 对 那首是什么情况 很多朋友 让她重新发片啊 重新发片 重新回到大家的视线中来 那时候我就不想唱歌了 她不想唱了 想放弃了 小放弃了 没有兴趣 毛宁音乐我不懂 但是我可以从精神上支持她 我觉得毛宁 你应该回到舞台上 因为你真的除了唱歌 你什么都不会 原来解释这个 这是开玩笑 因为你真的在唱歌的方面 那么的优秀 而且人是这样 上天给了你这种能力 没有给我们 他只给了你 你没有权利 任性地不去使用它 来给大家带来快乐 你真的 你没有权利放弃你的能力 你真的要用好你的能力 就是姐姐给你很多鼓励 然后你还记不记得有没有哪一个点 哪一句话 真的打到你心里面去了 让你决定 好 我重新站起来 说太多了 记不住 其实有一句话是特别关键的 我说什么了 因为我经常会觉得自己 从小到大为人 做事 都是对自己其实有要求的 经常不会伤害任何事情和任何人 但是有一刻自己被伤害以后呢 就经常跟自己过不去 那种过不去结果说了 翻过来 倒过去 说了很多道理 告诉我 你不要为难自己是很关键的一个事情 如果你跟自己都过不去的话 谁又能帮到你 就是说 总而你身边有很多事情发生 因为我们在世界上生存 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嘛 所以有很多事情和如意跟不如意 就是说 要学会如何正确看待自己 不要用别人的错误去惩罚自己 这是姐 告诉我的话 到现在 我永远记得 这个就是好朋友 不要问 不要说 一切记在不远中 这一刻 围着烛光 让我静静地度过 我回首 我回头 但我唱起这首歌 把纸包 灰溼轻轻地滑落 约行走 很远留住我的笑容 把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 想回避 离别虽然在眼前 说再见 再见 不会太遥远 若有缘 有缘 就能期待明天 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我觉得好朋友就是那种 你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在你身边 然后就求他的时候 不会觉得不好意思的那种人 彼此有一个信任 至少就是我真有困难了 他确实不方崩索眼的 确实能帮我 你被麻烦了也是一种被需要 对 就是你永远都是自己的话 朋友想不起来麻烦你 说明你在那个朋友心目当中的地位 也没有那么高 好朋友我认为就像路灯 当黑暗来临的时候 他为了照明 当光明来临的时候 他自然 演唱副的道路 他要用很多人 右边虽然在眼前 说再见 再见 不会太遥远 若有缘 有缘 就能期待明天 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不要问 不要说 一切尽在不远中 这鱼壳 围着烛光 让我们静静的度过 我会受 我会痛 当我唱起这首歌 连心中 立着笑容陪你度过 每个春香 就懂 我看到二位能够见证着对方的辉煌 挫折等等等等 我觉得挺羡慕的 因为你面前还有他 他面前还有你 可是我有一个朋友是已经不在人世了 他的名字叫梅延芳 我很喜欢他 我超喜欢他 他走的那一年是2003年 我记得那一年为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就是 在他还没病得太厉害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要去拍一部戏 拍部电影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是张一谋导演的十面埋伏 拍了一半就冲冰了 我记得他那时候说要去的时候是冬天的月份 然后我就给他准备了一台车 一台他拍戏的时候可以用的车很宽敞 我铺好地毯 然后弄好有沙发 然后我就还亲自去找了一天 帮他找了一个梳妆座 梳妆仪 然后当然最后他也没有机会用上了 然后第二件事呢 就是陪他度过了一个很温暖的 很温馨的他最后一个的中秋节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一群他的后辈 在他家里吃饭 吃完饭呢 啪啪啪啪 全部人呢就上了他的天台 然后就像一个这样子的桌子很大的 然后我们全部人的坐着 然后呢 姐呢就也就在那边 我们喝酒的 喝咖啡的 吃花生的 然后我们尽量的就是营造一个 中秋节很温暖 很开心的一个 气氛 氛围 一个氛围给他 我们大家心知肚明了 今天晚上是最后一次陪着姐过中秋节 很难再有第二次了 所以我们尽量都开心 快乐 当天晚上我还记得陈一勋还在姐面前 唱了很多谭永霖的歌 模仿谭永霖 给姐看 然后她哈哈大笑 非常开心的一个晚上 然后最后一次 我为她做的帮忙的就是 那一年正好也是香港发生非典 然后在最严重的时候 民放她号召了全香港的所有的电影演员 电视演员 歌手 一起来做一台 特别大的晚会为一些病者 为一些牺牲的家属 一言 筹款 筹款自身 对 然后当天晚上我也在舞台上 然后正好那一年我出了一首歌 非常适合当天晚上的晚会唱的 然后我记得那个画面是我一直在唱 然后后面站着的人就是美艳发 这首歌叫《身体健康》 我不怕为你吃亏 多苦的工作也愿意奉陪 我只怕熬夜太累 错过了我们明天的约会 我不怕烦恋寒醉 该一个属于我们的堡垒 我只怕干嘛的火 想不到你为我做的菜 有多浪费 不要你陪我喝药水 也不要身为你负累 我逃若爱你 怎能让你喝一个病人情醉 也真正陪着我受罪 我希望身体健康 因为我答应过要让你生活的是穿实美 爱是山梦到呼噜宝珠 别叫你甜蕾 我希望身体健康 因为我不愿意看到你为了我担心流泪 万一你比我还要憔悴 只能享受爱的滋味 只能享受爱的滋味 还是山梦到呼噜宝珠 别叫你甜蕾 别叫你甜蕾 我希望身体健康 因为我不愿意看到你为了我担心流泪 万一你比我还要憔悴 怎么享受爱的滋味 保佑宝珠 保佑我身体健康 虽然那天昏地黑 你会看着我安心 保佑你为我爱的滋味 让我感动它流泪 友谊就是两个平等的人之间的无视交往 是的 友谊它既可以在一心中发芽生根 也可以在同心之间开花结果 在友谊面前 每一个人就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星星与星星之间 它们不会彼此妨碍 只会互相照耀 对 就好像今天的 对 对 特别精彩 所以今天我特别地感谢两位 能够来到我的歌声里 为这音乐时光 也感谢你给我们分享了那么多 你的故事 真的 我们也很感动 我特别希望能成为你们的朋友 不知道可以吗 我们特别希望 我也要成为一首朋友 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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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来 就让我们的友谊 从一首歌开始 我们合唱一首歌 好 合唱今天晚上最后的一首歌 好不好 送给大家 朋友 好 谢谢大家 坚持什么 却爱过 才会痛 会寂寞 会回首 总有梦 总有你在心中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用 一句话 一杯子 一声请 一杯酒 朋友不争不难过 一声朋友你会懂 还有伤 还有痛 还有走 还有我 今天的这个节目 我们很放松地表达自己对朋友的这种感情 也回顾了一下23年来 这样一步一步彼此见证 这样走过来的路程 真正的朋友我觉得是彼此心里拥有的时候 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够相互搀扶的 一起走过困难的 相伴的走过这个不平凡的一个生命过程 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第一次见面 我就不觉得他们很陌生 从他们的身上 我学到对朋友的那种的无视的奉献 是多么的重要的